记者了解到 国内滤青重大示范项目的落地 也降低了至今的系统成本 电解槽产业链的市场竞争力随着提升 在吉林 全球最大的绿色氢氨纯一体化项目正在建设当中 目前 这个项目采购的碱性电解槽设备已达到64台 降低电价和电解槽成本 是实现滤青工业化 规模化的两个关键环节 随着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 国内电解槽成本也会不断下降 国内一批重大示范项目相继落地 也让至青设备企业有了更大市场空间 在安徽最大的至青设备生产企业 上半年 国内市场的订单和发货量均实现了显著增长 整体市场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% 至青系统的成本也有5%到10%左右的一个下降幅度 这一趋势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国际化竞争力 也为全球客户和滤青产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在电解槽产能 装机量等方面领先全球 到2023年底 中国电解槽装机量达到1.2G瓦 占全球总装机量的50% 特别是目前国内滤青项目已经进入示范推广期 更有助于国内企业提升内功 抢占海外市场 目前滤青产业 尤其是电解槽的发展趋势来看 非常像前些年光伏动力电池起步的那个阶段 首先我们的技术具有一定的领先性 技术迭代又快 使我们中国的电解槽企业在海外 竞争力是非常强的